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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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朋友 今天大家分享的是網友投稿的產品 就是這一款 黑包卡 中國名稱叫 都市生存卡 那這是一個網友入手說超好用 推薦力我一定要試一下 我就買一款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這個東西厲害的地方在哪裡呢 大家可以先從包裝上看 它就是一張卡片的大小 而且裡面有非常多的小東西 那這些小東西是什麼呢 先跟大家說一下它設計的中指 它的用意就是要搞定充電所有的事 所以不管你是iPhone手機或是N9手機 你要的充電線 它裡面都有 而且各式轉接頭呢 都幫你配在裡面了 非常的方便 而且裡面還有什麼 它有SIM卡的工具組 也意味著呢 未來如果你要換手機 或者你如果在國外 要切換SIM卡的情況下 你不用再去跟它借卡針 也不用去借牙籤 因為你要的東西 裡面都有 到這邊還沒完喔 它還可以當手機支架 而且它有小夜燈的功能 以上講的這些東西 不管是線材跟附加功能 它都集合在這一張卡片的大小上 所以我覺得超厲害 而且它有申請專利 那因為價格不貴 所以我買了兩個顏色 黑色跟白色 那各位一定會想說 它裡面放線材 這個其實也沒什麼 但是你試想一下 iPhone的線 Angel的線 還有小夜燈 跟手機支架 同時放你的包包裡面 會怎麼樣 一定是非常雜亂無章的 但是這些東西 如果通通井然有序的 幫你收納在這張卡片上面 而且這一張卡片呢 你可以放在皮夾 放在身上 隨身攜帶 那你不覺得它設計的這個點 非常厲害嗎 這也是我覺得它值得 跟大家分享的特色 也在這個位置 但是到底有沒有這麼好用呢 這個部分我們還是 拆出來看一下 才知道它的效果 Go 好Leo已經把它拆出來 我給大家看一下 它真的非常的小 真的讓人家很驚訝 那它的大小給大家比較一下 這個是iCash的卡片 那再來是大家比較常見的 銀行卡 金融卡 提款卡 一樣 它的大小就是跟卡片一模一樣 那雖然看起來呢 感覺上比卡片厚一點 但是你放心 我剛才有試過了 皮夾是一定放的進去的 沒有問題 而且就算你今天是短夾 可以看一下 一樣是塞的進去 它其實非常好收納 有沒有 好 那再來呢 給大家看一下裡面有很多的線材 先把它打開 你看 你會發現裡面有非常多 不管是卡針 SIM卡的工具 也可以收納SIM卡之外 還有很多的線 那這個線的話 它其實配了各種接頭 所以基本上都通用 但是一開始你可能會不太熟悉 所以你也不用擔心 它有一個中文的說明書 裡面會告訴你這些線材的使用方式 而且寫得非常的詳細 這個部分我覺得原廠做的還蠻貼心的 那待會跟大家介紹線材的部分 先給大家看一下 怎麼樣做一個手機支架 我們已經把它打開了 那線材的部分 它在固定上面是不會掉下來的 這個時候 我們只要在背部的地方 把這個地方搬開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把它放在桌面上 當作一個手機支架來使用 給大家看一下 有沒有 它就可以當手機支架來使用 而且角度上你可以去做調整 這部分我覺得它設計的這個點還蠻酷的 那你平常不用的話 就是直接把它蓋起來 收起來 放在皮夾裡面就可以了 非常簡單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裡面線材的部分 那先跟大家說一下 我把轉接頭都拿出來了 還有卡針的部分 那這個卡片裡面的空間 還可以放兩張SIM卡 那裡面有附一條Type-C攻對攻的線 給大家看一下 我先把線取出來 好先把它取出來 好那接下來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就是一條Type-C攻對攻的線 所以如果你的行動電源 跟你的手機都是Type-C端的話 就可以直接用它來做充電使用 但是如果你的行動電源 是要接USB的話 你就可以插上這個USB的轉接頭 這端就可以接USB 那另外一端 一樣接你的手機 那如果說今天你的手機 是舊式的Micro-USB 沒關係 它一樣有Micro-USB的轉接頭 Type-C直接轉上去 好這時候你就可以用行動電源 充Micro-USB的手機 有沒有 Micro-USB的接口 好再來如果是iPhone的話 一樣就替換成iPhone的轉接頭 其實它的使用就是現在 你畫面上看到這樣非常的靈活 就是你可以自由的去做轉接 那基本上就是Type-C攻對攻 或者是USB轉Type-C USB轉iPhone USB轉Micro-USB 都是沒有問題的 就這樣做使用 好那最後呢有附一個卡針的部分 讓你去做SIM卡的替換 好那接下來呢 這個機器裡部分 還有小夜燈的功能 這邊也試給大家看一下 好再來看一下LED小夜燈的功能 這邊有三顆LED的燈珠 那你可以看一下下面原本呢 收納兩條Type-C線的地方呢 我把它接回去了 因為這一端其實它是有帶電的 這邊有個接口 好那插上去之後呢 另外一端也是接USB 直接我們就用行動電源來做供電 好那當然你要用豆腐頭 或用電腦的USB端接也OK 它其實只要小小的電就可以帶動了 好那這樣供電之後呢 旁邊有一個小開關 這個夜燈呢有兩段式 我先開第一段給大家看 好這是第一段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再來是第二段 好那其實它只有三顆小燈珠 但是因為它非常的小非常的集中 所以它其實亮度是OK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而且我剛才有用眼睛直視會不舒服 所以雖然燈珠小 但是亮度我覺得是夠的 如果是晚上呢 在臥室裡面關燈的情況下 我覺得是非常夠用 而且呢它上面還有做一個 無線的充電區 就是說現在有供電的情況下 蓋起來呢 它就是一個無線充電器 那這邊也試一下無線充電的效果 給大家參考一下吧 GO! 好接下來試一下無線充電 很簡單一樣 接上行動電源呢 然後把背蓋的地方放著 直接把手機擺放上去 就可以做無線充電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們現在就直接有充電的部分了 所以說它使用上來說是很簡單的 這部位也是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好接下來我把它收回去給大家看一下 它其實是使用上很方便 而且收納來說也是非常OK的 好然後線的話稍微往內壓一點 好這樣就收納好了 好給大家看一下 所以說它使用跟收納都是非常OK的 我們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好這次差不多告一段落了 其實它真的是體積很小 不占空間 放在包包裡面我覺得是 沒有太大壓力的 那如果哪一天真的需要用到它的時候 會覺得它超級實用 所以這部分也是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好那另外我有一個白色的部分 我就不猜了 打算直接拿出來送給各位 也是要謝謝網友提供一個這樣子的方向 讓我去了解 欸有這麼方便的產品 好那大家如果對這個有興趣的話 只要在影片下留言這句話 記得要在YouTube的頻道下面留言 那這句話呢 我會在影片發布後的一週呢 把這個白色抽出來送給一位幸運觀眾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個產品 好今天影片就告一段落了 我們下一支影片再見 掰掰 感謝大家